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15日的天氣報告 我是呂玉星 今天又是陽光趙雨天 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和一度廣闊太曹相關的對流雲團 今天影響著廣東沿岸 同時 富二大哥的隻覆蓋著中國東南部 所以下午在太平山望出去 我們都看到不少的雲 不過在雲那中我們都看到一些藍天格 所以下午大部分地區的氣溫 是上升至33度左右 而從雷達圖像顯示 我們看到 和廣闊低壓曹相關的一些雷雨區 今天是影響著珠江後一帶格 所以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都會間中有趙雨 而看遠一點 在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 有一個低壓區 我們預計這個低壓區 會在未來兩三天大致移向菲律賓 並且有機會進入南海 但是它之後的路徑和發展 是存在變數的 而在這個低壓區的東邊 亦都有另一個低壓區 我們密切地監察著這兩個低壓區的發展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發放的最新天氣消息 而之後的天氣 我們從電腦預報圖見得到 受廣闊低壓曹和富二帶高壓脊影響 廣東在未來幾天會有趙雨和雷暴格 所以回到今晚昨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多雲 間中有趙雨 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 明早最低氣溫會是28度 下午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是32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靜的冬至東南風 高地會間中吹強風 至於展望 我們預計之後一兩天會是間中有趙雨 以及局部地區有雷暴 而本週後期天氣會是酷熱 不過亦有幾陣趙雨 而本週天氣報告就說到此為止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